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明镜的全面封锁准备做一件大事 那就是攻占金飞绿宾的吕宋岛 为中国人开疆阔土 也为巩固明镜政权提供冲突的保障 吕宋岛面积11万平方公里 宋元以来中国商船长道此贸易 1405年 三宝太监正和统帅巨型舰队制吕宋 奉朱地址意下赵敏进江华侨领袖许柴老 为吕宋总督 捅揽该国政治 经济 军 是 文化大权长达二十多年 期间 许柴老不遗余力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施行恐如类人之志 此后 有大量的华人来到吕宋岛定居 吕宋岛儼然成了中国人的天下 不过好景不长 到了明末清初 吕宋岛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 并建立了殖民统治 为巩固自己的殖民政权 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岛 对华人进行了毫无人性的大屠杀 华人死伤近十万人 对于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岛的种种暴行 明清皇帝早有耳闻 展开全文 但是 当时中国政治明末清初战乱之际 鞭长莫及 有心无力 于是 惩罚西班牙殖民者的重任 就落在了明政政权上 也就是郑成功的身上 1662年4月 郑成功向吕宋岛的西班牙殖民政权 递交国书 要求当局改邪归正 俯首纳工 但西班牙人并未理会郑成功的警告 于是 郑成功大怒 决定亲率大军真好吕宋 一来是为了惩罚西班牙殖民党 局将吕宋岛纳入到明政中国的版图之中 二来是巩固被清朝封锁的明政政权 可是 就在郑成功将要行动时 其长子郑经做了一件大错事 直接将他气死 还了出征吕宋岛仪式 那这件大错事是什么呢 郑经当时19岁 奉赴命驻守厦门 调度沿海各岛 妻子是援兵部尚书唐显玉的孙女 但夫妻之间不合 时有矛盾发生 后来 郑经与弟弟的如母陈氏 昭娘 发生了不隆恋 司通生下一子 取名郑克赃 陈氏与郑经虽没血缘关系 却是他的长辈 在中国 与长辈私通 是乱伦 不被世人所容忍 起初 郑成功对此事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郑经的岳父唐显月听闻以后 非常气愤 并致输郑成功 指责他至家尚且不言 又怎能治理好一方土地 郑成功大怒 命格和郑太将郑经的母亲董王妃 郑成功的郑氏 郑经 陈氏 郑克赃 一并处死 以表至家之言 可是 郑太却说 夫人和少主怎能杀害呢 于是 提议谨斩陈氏及妻子负命 郑成功不准 随后发生诸将联合抗命事件 诸将无一人从命 令郑成功十分伤心 悲痛欲绝 年仅三十八岁就被气死 离开了人世 他的去世 不仅是反清复明的一大损失 更是直接黄了出征 吕宋岛的大事 要知道 凭借郑成功当时强大的水军 驱逐西班牙殖民者 将吕宋岛纳入到中国版本之中绝非南式 毕竟 当时中国与西方没多少差距 西班牙人又是远道而来 明郑有距离优势 巴士海峡的宽度 仅为一百八十五公里 因此 郑京与陈氏的结合 是最昂贵的不容恋 弃死父亲不说 还让中国失去了十一万平方公里 国土郑京统治明郑后 也想出兵吕宋 为此还准备粮草 传之 然而 就在将要行动时 清朝又发生了三藩之乱 为响应三藩反清复明的号召 他把军队派到了福建沿海 占领了 很多据点 根本无暇顾及吕宋的事情 三藩之乱后 明郑被受打击 损兵折将 没过多久 明郑就因震惊的去世发生了兵变 冯熙范杀监国郑克当 改立其地郑克爽为王 导致人心不服 而郑克爽也毫无大志 只想聚守台湾 根本无心出征吕宋 后来更是直接投降了清朝 乾隆年间 菲律宾国王想让菲律宾变入中国 但被乾隆拒绝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